已經入夜的花蓮 人車明顯變少 卻看到有個龐然大物 擋在路中央 從離開的側面往裡頭看 灰色的外殼內有滿滿的鋼材 這顆摩礙石像 是花蓮當地軒圓路上 一間咖啡廳樓頂的裝置藝術 卻在24號的晚間 被強風吹到硬聲雜落 而且當時也是發出了 非常大的一個聲響 簡直是把這邊的民眾 都給嚇壞了 從街景圖觀察 可以看到石像本該穩穩坐在二樓上 風勢強到把他給刮了下來 旁邊的實在當然也難以滲滅 只能說萬聖沒有人經過 否則被砸中那還得了 就是在花崗街跟樹人街那邊 有那個就是電線 路樹有去壓死到電線 然後有起火的狀況 現場一度沒電力黑壓壓一片 這位置其實就緊鄰東大門夜市 這個颱風夜著實不平靜 TVC的龍王山高子曉 高知紅紅一田 下面去花聯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放空夜市 示範